哈囉大家好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陪你一起吃拿薄梨燙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撒亞囉 歡迎來到第11集的第12集 最後一集囉 沒錯奔山野狼是一個 有兩位在日本當社畜的上班族所組成的團體 好像忘了講Denis Green 認真聽長知識輕鬆聽好舒服 所以放著當背景也可以很舒服的收聽喔 只要你喜歡日本文化或對日本有興趣都歡迎你的收聽 聽完就有趣的話歡迎按下訂閱 加上Apple Podcast還有Spotify五星推薦 並來SNS留言跟我們聊天 Green和Denis土下座感謝你 感謝你今天是12月17號 然後明天呢就是12月18號 所以今天呢嚴格來說呢 是Denis30歲的最後一天 Yes Happy Birthday to you 阿拉撒亞 阿拉撒亞 那今天剛好也是我們2022年的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 哇 早一點 又要到2023了呢 又到了這個時候 嗯 每年的年尾 總會讓人想要看一部暖暖的作品 是這樣子嗎 是這樣接過去的嗎 不是啦 是這樣接過去的嗎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我只是要找一下我們今年做了哪些東西 我們今年做了蠻多事情的吧 我們今年的第一集是 我們今年的第一集是 開始18歲成年 這什麼東西 就是2022年的4月開始 日本將成年 成人的年齡 從20降為18歲 應該這一集吧 對對對 然後還有聊什麼 Sapporo Bill的大人電梯啊 然後什麼跟那個編輯的阿諾內啊 合作啊 然後 欸 Sapporo 這個是今年的喔 今年的 Sapporo好像是哪裡的城市呢 要這樣接過去嗎 好像也是可以喔 Sapporo 你說的 南部城 是北 北 北海道的那個Sapporo嗎 對 就是北海道這個Sapporo 沒錯 我們今天是這樣子 我們要這樣接嗎 好啦 不過呢 在講今天的主題之前呢 應該說我們就直接講說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吧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其實是初戀這一部 對 就是 算是現象級的 2022年 結束之前的 年尾 對對對 最重大的影劇作品之一這樣子 對 對這 一個日劇 這一齣日劇呢 可以說是 呃 有點 扳回日劇的顏面啦 要不然 對 都被韓劇屌打的感覺 就是在 呃 流行的 趨勢上不能說沒有好作品 但是比如說在整個 流行 或者是大家的 觀賞 流量上面跟聲量上面 對對對 其實這幾年都是 呃優秀的韓國作品 佔了上風跟佔了版面 沒錯 就像Denny所說的 這一出 他的現象級的這個 作品呢 現象級的這個現象 其實算是 搬回了90年代 呃日劇黃金年代 的一些熔景的感覺 沒錯沒錯 你就難得 真的真的 就這幾年啊 好少聽到 有人討論日劇 就 就舉我們的臉書 河道上面來說啦 沒錯 就看 幾乎看不到 有人在討論日劇的 現在都是貼一些 韓劇的截圖 然後就說 欸這集怎麼樣怎麼樣 就會產生一些討論嘛 然後像那個 呃 Netflix台灣社群裡面 他們也會去貼一些 呃畫面截圖 然後就說什麼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到了這一出的時候呢 我必須說 除了在 呃社團裡面會討論之外呢 幾乎 很多很多的公眾人物QL 都會去討論這一步 嗯 難得啦 蠻難得 非常難得 而且 因為自己剛好也有在第一時間看 所以 有一種 正在參與一個大事件的感覺 其實是蠻開心的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聊聊這一部作品 但是 還是要先打預防針 或是說先給一個警語 對 今天 本集有著大量爆雷 我們已經忍了兩個禮拜了 如果 如果你在這兩個禮拜沒有看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你大概也不會看了啦 所以呢 就是 我們就今天要準備來聊了 所以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這一集 你將來也想看的話呢 這一集可以 稍微 之後再聽 或是你不介意被 被雷 就是其他人的劇情影響 就是你 事先聽到劇情也不會被影響到的話 你也可以聽 但是就是說 我們今天會講到 大量劇情 對 沒錯沒錯 沒錯 對 對 對 那我們就一起來聊聊這一部 Hatsukoi First Love 那今天呢 要聊的方式呢 相信大家其實應該也看了不少分析的影片 討論細節啊 討論劇情啊 討論音樂啊 等等的 但是呢 我跟Dennis在討論 要怎麼聊這一部的時候呢 就有 遇到一個抉擇 就是 要討論 呃 感想呢 還是要討論 就是 細節這樣子 後來呢 就覺得 欸細節的話 大家去找影片來看就可以了 那我們討論一些 只有在這邊聽得到的一些事情 對 就是討論一些 我和Green看完的一些想法這樣子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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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第一點呢 我們想要來討論就是 這一部 讓我跟Dennis 呃 欣賞的點 有哪些 這樣子 你 欣賞的點 就是 因為我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得出來 就是你一看完就 大推 特愛 超級愛這部初戀這樣子 對啊 看第一時間看完 然後還寫了一長篇的那個紀錄 然後放在方格子上 這種等級的規格 大概只有周杰倫發專輯的時候才會有 哈哈哈哈 所以對我來說 在我心中 就是這部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崇高的 那就要問你啦 你 欣賞這一部初戀的點 在哪些點 先從一些比較好理解的 比較直觀的地方來說 嗯哼 就是他的角色色調 他的 他的整個色調 非常非常的柔和跟漂亮 而且帶有很強的顆粒感 會有讓人很有懷舊的感覺 那我強烈懷疑他的攝影是用膠片 嗯哼 他應該不是用太先進的 應該說他應該不是用太數位的東西 嗯哼 所以他拍出來的感覺呢 人像會有很強的顆粒感 他沒有那麼的高細節 但是他會有一種很 讓你很懷念的一種感覺 然後畫面美之外呢 其實他在角色的細節上面呢 他都有一些很細心的地方 包含並目前到我們的 我們的 他就是一個熱情的紅色 這樣子 啊年輕的時候呢 對 然後野口野鷹 農口野鷹 農口野鷹 他呢就是一種淡淡憂鬱的 藍色冷色系 這樣子 嗯 然後有趣的是 還有什麼 你知道 野口野鷹啊 農口野鷹啊 農口野鷹講 他的兒子 對 小醉 對 你還記得他的代表色是什麼色嗎 我不知道欸 什麼顏色 淺藍色 哦 對 他這個 有一種 你知道 事出同源 就是同 同個源頭出來的感覺 然後是 嗯哼哼哼 而且是個性其實也蠻像的嘛 就是有點小憂鬱的感覺 嗯哼哼哼 對 然後還有丁香花 他其實呢 是在劇中是扮演他們的 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嘛 那 就是野口最喜歡的花 對 你知道 他的丁香花的紫色啊 其實就是紅色跟藍色混合出來的顏色 なるほど 然後更有趣的是 在野鷹遇到大事件失憶之後啊 嗯哼哼 他們是不是各自步入各自的感情了對不對 對對對 到那個時期的他們的衣著 對 琴道就脫離了紅色 野鷹也脫離了藍色 就回到一個大地色的色系 我感覺琴道就變得像灰色嗎 印象中是比較灰 中色 中色或灰色 對對對 呵呵呵呵 對 然後到最後才又回到 他們代表色的那種感覺 啊 なるほどね 所以他的顏色其實有搭配他們的心境 然後加上他們的畫面處理得很美 你在視覺上呢 就會非常非常的舒服 這樣子 なるほど 當然不只是畫面啦 我覺得音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好 哪裡 你覺得哪裡重要 不只音樂很好聽 就是他們經歷的時代感很大一部分是跟你我三十代的人 嗯 重疊到的部分這樣子 他的劇情呢其實是橫跨了25年的時間軸 所以是具體來說是1997年到2022年這25年的故事 沒錯沒錯 對 所以他們其實在這25年之間所發生的事情呢 跟現在尤其是奔山野狼的目標客群的這26到35歲的人呢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有共鳴的一連串的事件 包含1997還是1999年上映的鐵達尼號 或者是希望號探測宇宙 這個可能台灣人沒有那麼有共鳴嘛 還有就是一些2000年代的JPOP的黃金時代 還有這個2011年的311大地震 311大地震 對 還有2020年的疫情 就是最後收尾的時候嗎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 都讓人有非常大的共鳴 甚至是覺得 你跟野音跟情道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裡面的 那就會讓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不只是音樂 經歷的事件 就是他們在這25年當中 其實也經歷過人生很多個階段 對對 對 就是在這個階段其實我們 也有類似相同的經歷 比方說咧 比方說咧 那這個時候你的 你的代入感就會很強你知道嗎 代入感很強導致我們欣賞這一齣劇的時候 更容易入戲這樣子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比如說 我個人覺得代入感蠻強的就是 我們的主角 並目情道 他後面選擇了去參加自衛隊 當兵 沒錯當兵 然後呢 這兵囉 然後在 就是在軍隊當中啊 對 你知道有 你也參加過新訓 然後台灣的男生當過兵都知道 對 你在當兵的時候 你 最快樂 或者是你在新訓那段時間 你每天最期望的就是你晚上可以講電話 你知道嗎 真的喔 因為你平常手機要鎖起來喔 對對對 當然 呃 有時候是沒有這麼自由是可以用自己的手機 你可能 他是開放讓你打公共電話 可是不管怎麼樣 對 這是一個 你唯一可以跟外界取得聯繫的時刻 對 然後你就在劇中也看到一樣的嘛 他就會在寢室裡面 然後 晚上的時候再透過那個聯集合場集合 可能日本不叫聯集合場啦 但是你也就知道那個操場 Yeah 集合之前 然後投手打電話給野音這樣子 對 這是其中一個部分 然後更讓我有另外一個帶入感是說 嗯 他在當兵的同時呢 野音是去念大學 沒錯 然後他們是分隔兩地這樣子 對 然後在這個分隔兩地的時候 他的那種環境變化的 照正在說環境變化所造成人的一些改變 嗯 我相信也是蠻多台灣男生 或者是有些相同經歷男生會 有很強的帶入感的一件事情 就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考上不同大學啦 嗯 相同的高中 OK你們畢業考上不同大學 或者是 男生去當兵 然後女生去工作 喔喔 然後造成 兩個本來生活在一起的人 分隔兩地 然後因為環境的變化 讓這兩個人的距離 逐漸的遠去走 嗨嗨嗨嗨嗨 這個帶入感真的超強 對 就是這一小一些片段 就會讓我覺得帶入感特別強 這樣子 我們就具體來舉 舉那個劇情來跟大家解釋一下好了 嗯哼哼哼哼 算是我個人覺得最心酸的一段 就是情到好像放假吧 嘿嘿 然後背著軍中的大包小包 對 然後圍著一條圍巾 非常興奮的到東京找野鷹嘛 對對對 那因為他自己是當兵的 所以他其實沒有什麼時間去買衣服 然後自己也穿得非常樸素 頭髮很短 因為就是剃平頭嘛 嗯 所以看起來其實就是 也粗粗的這樣子 而且就是 菜啊菜味都泡出來了 18-19歲 就是菜味很重的啊 對 菜味很重的樣子 然後 也因為完全不一樣 也因為他在進了大學之後呢 大家都在享受青春 然後是買入食的衣服啊 在校園裡面就是很自然的走來走去啊 然後接受最新的潮流啊 然後你就會有一種 嗯哼哼 放假出來這邊逛的時候 你很常會有恍若格式的感覺 真的 真的 然後如果你的女友 在恍若格式的那個裡面 已經生活的理所當然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眼前的這個人 雖然如此熟悉 但卻距離自己好遠好遠 對 對 他們兩個在碰面之後呢 很開心之後呢 他們去吃麵 去那個西餐廳 然後就是去點那個他喜歡吃的拿玻璃湯來吃 然後那一段的時候 小情道就跟远遇說 你很常來這種店嗎 這樣子 他其實非常的 呃 雉聲聲的感覺 因為他格格不入 對啊 就是一個在軍隊裡面的人 可能很少來 他可能搞不好沒來過東京 對 而且他的他的可能 他的三餐都在食堂 對啊 就打飯啊 然後跟一群錯男生 對對對 平壤 没错没错 然后突然来到一个 这么时尚的餐厅 这么华丽的环境 而且重点是 对方很明显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的时候呢 你就感觉到 我跟他的距离 越来越远了 自己很落后 对 接下来 他的剧情上面 又遇到一些 就是那个听田学长嘛 嗯哼哼哼 然后甚至把剧情 直接加速到 听田学长跟另外一个学妹 直接去质疑 自卫队这件事情 啊 在剧情上 他直接挑战了 情到当下的 自我认同的核心 嗯嗯嗯嗯嗯 对 然后让他 让整个剧情 直接就是 加速 然后直接往下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我觉得 他这个一连串的铺陈啊 其实对于台湾男生来说 其实是非常容易产生共鸣的 嗯同意 他就像是你当兵之后 你放假出来 跟已经进公司上班 然后已经成为 靓丽的OL的女朋友 约会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不要再说了 我跟这个带路感超级强 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啦 我只是说 就是如果台湾男生的话 对 这个带路感会超级强 就是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 他用的东西都变得很高级了 他住的公寓里面的家具 也都跟大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对 怎么品位好像变了 然后我还在领一个月 我还是小屁还 我一个月6000块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还在领一个月6000块的当兵薪水 对对对 我看电影买票 我还要在这边想一下 他直接拿出卡来刷 他有卡耶这样 对我还要买什么军人观影票 还打着 是不是 然后还有带你去吃餐店的时候 他知道直接店 他还跟老板很熟 他还遇到熟人 那个熟人还长得超帅 亚拜有没有 亚拜亚拜亚拜 那个那种会让你会很产生很强烈的不安全感 的那个 的这个 行道去当自卫队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跟Denis都一致认同 这个实在是真的大概只有男生 台湾男生或者是韩国男生会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一个桥段这样 嗯哼哼哼哼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要我想要就是聊一下就是剧中告白这件事情 我觉得 呃 请募在第一集 请到在第一集就直接跟野音告白 然后他告白台词是 野口野音 我好喜欢你 请你跟我在一起 这样子 つきあってください 嗯哼哼哼哼 我觉得把自己的心情四平八稳的清楚的让对方知道 并且邀请对方成为自己伴侣这件事情可以在14岁的这个年纪里面做到 我觉得我给予非常非常崇高的评价因为我自己做不到 虽然说在剧情后来回来再回来看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桥段是他等了很久很久才得到一个机会所以其实没有那么的短暂但是就算如此我觉得在那个年纪可以把自己的心情 呃如此成熟的表现给自己喜欢的人这件事情我对小情道是非常非常有好感的这样子 而且我非常喜欢导演在处理告白桥段在这出剧里面的告白桥段 你想想看哦如果小情道告白的方式有没有是现在这种平成或者是任何任何年代的小朋友在告白的样子的话就会比较油一点就很油或者是比较轻浮一点点这样子就是会怎么讲这种四平八稳的告白对会让人感觉比较无趣啦如果因为他们过去都这么做嘛对虽然在不断的改变不过来改变之后呢对但你又突然突然回到了那个瞬间对对对 你就会觉得就是很怀念很哪次卡西或者是说原来很单纯很直白的传达自己的心情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你说的太好了没错 就是怎么讲很多很油的啦就比如说 就是我们就我们就讲土味情话 对对对对 如果他今天是用土味情话我直接关电视 你直接关电视 干这个烂句妈的这样 没有啦或是更那个啊更隐晦有没有 我想要一生吃你的味噌汤这样吃你做的味噌汤 那个是昭和了啦 对不起 年代错字了啦 应该是平成是不是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平成了已经平成了 就是平成早期好不好 平成早期 那个是昭和对想要喝味噌汤是昭和的对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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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聊到就是透过呃告白这件事情聊到的角色啊 角色这件事情呢 其实呃接下来我们想要聊一点关于剧情的地方 角色的部分啊剧情跟角色的部分 对 我跟Dennis在 我先看完这一部 然后我很强烈的去跟Dennis说 我接下来会聊这部 你给我赶快看这样子 对然后Dennis立刻看了 然后看了他看了 他看到第三集的时候就开始疯狂的灭 我就说干 情到是个渣男耶 情到是个渣男耶 这样子 也没有到第三集啊 第三集我是先跟你说 就是这个东西代入感太强了 好像看了有点痛这样子 就是第三集是到当兵嘛 对不对 对对对 看你痛苦这样子 先看你痛苦之后 并不是剧情不好 而是因为代入感太强了 所以让你有点难以看下去 因为很怕受伤这样 然后发现后面发生一个重大的剧情转折点 对 之后就开始吐槽了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诶 干他有女朋友耶 那这个不就出轨吗这样子 先是那个啊 先是很老套的出车祸 对 我才吐槽说 干 干 丧失记忆 都什么年代了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给我丧失记忆 然后就开始吐槽了 后面就变成是 干 这什么烂医生 这个 内射女病人 干 你好意思 对啊 这个年轻医生对 垃圾 那个女病患下手 还是丧失记忆的女病患 干你娘 垃圾 然后后面又再变成是说 干 交往七年的男朋友 出轨还去那个看星星 拨人家 干 垃圾 哈哈哈哈 前三集是很痛 后面就开始疼 疯狂吐槽 疯狂吐槽 然后 我当然明白就是 给你说的这些东西 一点都没有错 他的 他的事实跟他的意见 其实都是 都绝对是 站得住脚的 但是尽管如此 为什么这出剧 还是博得大家的 喜欢 我觉得 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应该会蛮有趣的这样子 嘿嘿嘿 那其实在整理的这些 想 在整理的一些想法之后呢 就是 古定认为 就是 其实你要让一个角色 走进观众的心里 的很重要的一个操作呢 不能说操作 操作有点太 试快 很重要的关键 很重要的关键 跟铺陈呢 就是你必须要让观众 看到角色脆弱的一面 わかる わかる 对 因为我们会下意识的 鄙视 是所谓的主角光环 嗯哼哼哼哼哼 你今天如果出了车祸 然后 透过主角光环 突然想起来 突然在机场 突然坐隔壁 突然又相遇了 然后又在一起的话 那这一出剧就是 粪剧 嘿嘿嘿嘿 因为 哎 他没有让任何人做到努力 嗯哼哼哼哼 但是这一出剧角色里面 你看看 情到出轨了 很美 然后也因未婚怀孕 嘿 就是 每一个角色都有所谓的 哆哆哆哆的 real的 的客体在 嗯哼哼 然后这些角色也分别在面对这些客体的时候 产生非常脆弱的时刻 嗯 观众其实可以透过他面对这些 客体时刻的反应 去共情这个角色 なるほどね 当你愿意共情这个角色的时候 这个角色就已经走进你的观影体验里面了 就是 第一个是带路感嘛 第二个是共感 对 共情 或是共感 对 你已经可以明白这个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做 嗯哼哼哼 所以就算我们知道情到他的做法其实是在出轨他未婚女友这件事情 但我们还是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嗯哼哼哼哼哼 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优点 就是他因为他铺成的非常优秀 他让观众能够理解角色脆弱的原因 跟他做决定的理由 所以这些角色所谓的不完美的地方 反而不会被解释为瑕疵 而是会被解释为所谓的真实 嗯哼哼哼哼 很real 就是角色的时刻呢 其实都有嘛 比方说就我们就随便举几个来说啦 就比方说情到 情到在面对野鹰妈妈的时候 啊很脆弱的时候 他毫无还手之力 所谓脆弱呢就是包含角色无能为力 啊哈哈对对对 或者是绝望脆弱 嗯哼哼 那些负面情绪占满他 都让他好 他完全无法振作的那个时刻 比方说情到面对野鹰妈妈 或者是野鹰面对野鹰爸爸 嗯 なるほどね 嗯 野鹰面对野鹰爸爸 在剧情里面 他爸爸出现的次数其实不多 但是野鹰在面对他爸爸的时候 是有很强的憧憬 但又有很强的自卑 嗯哼哼哼 对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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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集第八集吗 应该是后面 我觉得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他出来的场景很少 后面才一次全部蹦出来 对他前面的存在感 都会让你觉得 他惨了他是个原配这样子 然后到第八集 他的背景故事 相遇的时刻 跟他们经历的交往过程 被介绍出来之后 你才开始能够共感到这个角色 他的迷人的魅力在哪里 他的脆弱在哪里 他令人联习的部分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角色 或者说你在看一个人的时候 他真的最令人联习的时刻 或者说这个角色 我个人觉得 如果这个角色 他本身就是一个苦情角色 然后他 就是个废物 我没有这样讲 就是他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 优柔寡断苦情 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 什么事情都做不到 然后他就是要有一个英雄出来救他的 这一种人 我反而不会有任何联习之情 你知道吗 他没有办法获得你的尊敬 对啊 但这是很美的这种角色 就是你知道他有脆弱的时候 你也知道他很努力的去 试着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但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呢 你才会心中会浮起那种怜悯之情 还是怜惜之情 怜爱或者是怜 就是你会 你会很替他感到难过 对 他真的好努力 然后他真的好勇敢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牺牲 他为什么要 要为什么要被牺牲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牺牲掉 他明明是 他明明可以做很多他可以做的事情 他可以说很多 他可以说的话 他的立场上是绝对的强势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你会觉得这个角色很伟大 那你是 我记得你是喜欢另外一个配角 对 我非常喜欢战不忘太郎 就是那个 金太郎 金太郎 AU广告里面的金太郎 也就是我们的大名演员 就是那个名演员 冰田月所扮演的角色 他的角色呢 就是银星继承车 也就是野口野鹰 他的前辈 职场进来的前辈这样子 一开始叫他开车 然后在互动过程当中 喜欢上他这样子 这个角色要聊 其实可以聊很久 那我觉得他其实有很多 很坚强的脆弱的时刻 我觉得一样 就是忘太郎这个角色 跟很美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是一个 很坚强的角色 啊 被你说对了 对 没错 然后但是他们却没有达到 或是没有走向 他们想要的未来的时候呢 他们却还是这么的坚强 真的 那时候呢 你就更喜欢这个角色 然后更为这个角色改到 感到不舍跟难过这样子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啊 不是每个人都是主角 更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女二或是男二 没错没错 所以这些小角色 他们在成就对方的时候呢 成就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一种 很强烈的既视感 因为我们可能都曾经担问过 女二或是男二 哪有每一个人 都有这么印象深刻的初恋啊 对啊 没有 对啊 没有 你还记得你初恋谁吗 对不起我记得 然后忘太郎这个角色啊 他等一下我们在 最喜欢的一段戏 跟最喜欢的台词 也会再次聊到这个角色 就是他其实呢 像一个忠诚的武士 憨厚非常好理解 然后温柔 但是又不懂得常佐 这种角色都很可爱 嗯 他不敢吃虾子 笑死 对 然后这种人呢 其实导致他很难 被喜欢的人 被当作是异性 他就只会永远会变成 被解释为说 あの人は優しい あの人は良い人 很温柔的好人 很温柔 对 但是他 他作为人 他自己的核心呢 其实非常坚固巩固的 他是一个非常 成熟稳重的一个 成大人 他可以贯彻自己的想法 去激励去成就 去鼓励 他是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武士的角色 我觉得 他就伴随在 也因这个公主的身边 我觉得很好笑的 还有一个小片段啦 就是 他不敢吃虾子啊 可是也因叫他吃 他就吃了 对 对 你不觉得这就是 就是 日本公主 跟日本武士 之间的互动吗 对 然后吃完还说 嗯 我应该 不讨厌 笑好我死 我觉得 这个角色 真的是让我 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他脆弱的时刻 是什么时候 他脆弱的时刻 是让我最喜欢 他的时候 就是 他在最后 我们等一下会聊到一段戏 他在下跪 就是他在单膝下跪 然后在公众场合下 跟他告白 失败之后 他们分开之前 他忍着泪 用哭腔 去鼓励 夜口眼影那一段 一样啊 就跟很美 最后用哭腔说 他是一个恒星 我没有你也无所谓 然后把他赶出家门 把那个 情道赶出家门 一样啊 就把他 就把那个 情道推出家门了 这样 然后推出去之后 自己就 在家崩溃 他坚强不住了 子律呢 可能这个剧就是 很美跟旺泰 这样的角色 是最子律 最狡猾的 因为真的太 惹人喜欢了 对 然后 当 配角 他可以做出 这样的牺牲的时候 我们就会 间接的明白 这两位男女主角 在这一出剧里面 的分量 不要 我不要 就是 这么staky的人 这么棒的人 会愿意为你 做出这样的牺牲 这样的贡献 奉献 就代表 男女主角 有更崇高的一个 所谓的地位 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 也知道很多恋爱作品 比方说 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 也是啊 如果今天九把刀 没有晕这么久 那沈家仪 可能对我们来说 就是个路人 对 他把它写成 一部作品 拍成电影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长时间的晕船 对 他就是变成了一个 他就是变成一个美学了 我觉得 所以望太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角色 然后 还有那个医生 医生 医生很脆弱的时候 医生很脆弱的时候 医生他其实呢 也因的前夫 向井行人 也是小坠的爸爸 其实从头到尾呢 他其实都是 95%的时间 他都是一个社会精英 都是一个 poker face poker face 对 话不多说 然后也因找他聊天 他就说 你要说的话 有比我开刀 还是开不重要吗 没有的话 就shut up之类的 他没有这么明白啦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的话 我现在很累 你不要吵 对 然后还有他很注重 他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他有一段戏 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他在跟第二任妻子 还有跟其他学弟 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在他老婆面前 跟其他的学弟说 恋爱结婚都是一样的 要效率要快 这样子 我觉得在自己的老婆面前 教育其他男人 怎么追女生 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对啊 都已经中出女病话 敢讲这种话 对 就他太太 其实完全可以说 干你好意思 这样子 对啊 对啊 对 然后这个 这个医生呢 其实大部分在前面呢 都担任一个 坏人的角色嘛 算比较冷酷的坏人 对啊 冷酷的坏人嘛 那他在某个瞬间 其实赢得我的 算是不能说尊敬啦 算是接受 就是啊 这个角色 其实原来也有这一面 这样子 的时候是 的时候就是 像板医生的妈妈 在鄙视野口野音的出生 过于平凡 家世非常的不显赫 的时候 然后野音拼命的 拼死命的 在维护自己尊严的时候 那个95%都是社会精英 然后就是 刺诈自己职场风云的 那个精英角色 干他妈像个 杨伟的鳖山一样 臭鼠辣 完全不敢跟 就一个臭鼠辣 完全不敢跟 野口野音对上眼 对 那个瞬间 我才明白 啊 这个角色就是个妈宝 他就是个优秀的妈宝 你就突然觉得 这个角色更立体了 这样 很立体 然后很 很真实 然后我也开始 接受这个角色 的这种感觉 对对 那当然包含后来 他也愿意让 野音跟小队见面啊 等等 我觉得哦 这个角色 会让我觉得有平衡到 也让我很喜欢 这样子 然后还有什么 野音的妈妈 我觉得野音的妈妈 算是这整部剧里面 最不显眼的 最强眼的灵魂人物 就是很不显眼 但是又很强眼 因为他担任了 很重的角色 应该说很不显眼 对 但他是一个key point 他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样子 对对对对 他做出很多 让人不能理解的决定 但是 他也为了这些决定 其实也付出了 很多代价 就像他 擅自的没收了 请到军中写的信 然后 最后他 让自己女儿 去选择医生 铺入一个豪门 结果最后 被离婚 孩子也被带走 然后自己在家里 喝着酒 喝着酒 然后 就是崩溃 笑着说 为什么 这一切都没有办法顺利 那个瞬间让我觉得 这个人其实他初衷是好的 但是他没有获得 他想要的东西 但讲到野鸣妈妈 嗨 就是 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 我觉得这出剧的安排 就在前面 他是把野鸣妈妈塑造成一个 蛮开明的 也是蛮理智的吗 或者是说 其实是一个 算是偏白脸的角色 そうだね 你看他们告白的时候 还上去 就是给他 丢那个外套 有没有 对对对 然后还说 你可以交往 但是你要把他 在午夜之前 带回家就好了 然后 然后 如果你让他怀孕 我就杀了你 对对对对 算是一个 比较开明的角色 但 在出了车祸之后 就 一切 剧情急转直下 他妈妈就变成一个黑脸 对 然后说到出车祸这件事情 其实我有一个 一直以来 就是我看完这图去的时候 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你不应该 让他妈妈背这个锅 然后就是 我觉得出车祸 这个剧情 也是一开始 有聊到吗 我就疯狂吐槽 我觉得这出车祸 就太老套了 你知道吗 他就是日剧 那种感觉 他太太老套了 我反而会觉得说 你应该让 看这出剧的人 或是说 看这出剧的 韩国台湾男生们 更痛苦一点 就是讲到这个 为什么讲到这件事 就是因为 出车祸 你会让 所有的人都知道 就是一个 没有办法 他出了车祸 他丧失记忆了 所以他后面的一些决定 你都可以用 因为他出车祸 这个理由去解释 你知道吗 然后很多时候 你就会 没有办法去 仕方无法 但是呢 其实在录音之前 我就跟Green解释过 这个理论 就是如果你不要让 野音妈妈背这个锅 如果你把 出车祸这个剧情 改成更真实一点 改成什么样呢 改成野音上的大学 选中了他那个 他叫什么大学 东央大学 还是东什么大学 应该是中央跟东京大学 合并的东央大学 OK的一个选美小姐冠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东央小姐冠军 对 你就应该把剧情安排成 他选上了那个小姐冠军 然后当然因为选上了 所以所有的学长们 都会非常的注目他 就很想要要他来一些 聚餐啊 Party之类的 他们在饮酒会的时候 就一直有人要跟他聊天 这样 那一段我真的超忐忑的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就是要让你这个忐忑 继续下去 对对对 我就是要让他这样子 就是因为他选上小姐 好多人想找他聊天 他也顺理成章的 受到学长邀约 然后进到了一个 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 然后呢 在那边认识到了 已经毕业的 医学院的学长 就是我们的向井医生 嗯嗯对 优秀的医学院前辈 对 OK已经出社会 有社会地位 又有钱 长得又帅 家世又好 家世又好 之后呢 一亲别恋 让我们的男女主角 之间的感情 断掉这件事情的理由 或是原因 让他变成是女主角 主动有意识的选择 或者是说他 意识到的时候 他无意识之间 慢慢慢慢走向那一条路 然后等他意识到的时候 发现 我已经喜欢上别人了 你知道不要让 车祸背这个锅 不要让野鸣妈妈 没收情书背这个锅 对 让野鸣自己 看到情道寄来的信 却选择不打开 放到盒子里 对 让野鸣自己选择 要去跟学长出去约会 而漏接掉 情道打来的电话 对对对 然后最后 当情道来找他的时候 他说 我已经喜欢上别人了 我喜欢了这一个 医学院的学长 这个就更real 就会超级痛 你知道吗 会让当过边的男生 超级痛 因为这就是病变 对 痛到不行 我觉得会更痛 而且为什么 这个东西会让你觉得 很痛的原因是因为 你并不是因为 外在不可抗的因素 没错没错 断掉感情 而是因为 你在身为男人 这件事情 身为交往对象 这件事情 你完完全全的 输给了另外一个人 真的 你就是我妈的菜味 菜笔巴剃个光头 穿着那么朴素 没有薪水 整天要关在营区里面 还没办法陪你出去吃好吃的 出去逛街 不管是物理距离上 距离这么远 然后我的存款数字 没错 我的见识 我的打扮穿着 我的所有的东西 都完完全全比不上 你身旁的那个男生 但是我还是好喜欢你 我干这个台湾男生 看的应该很痛苦 我在这样的状态下 被你告知 你喜欢上的那个男生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什么都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留你 因为我好喜欢你 我希望你过得好 对 我只能祝福你 对 我都要哭了 这就是经典的兵变桥段 如果你把出身 我改成兵变的话 那这一出大概 大概那个讨论度 可能会倍增这样子 对啊 然后再接到 就是中间这一段 改成现在讨论的这个模式 其实后面剧情 完全不用变你知道吗 就不用变 不用变 对 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 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剧情 但是它是很重要的转折 但是那个转折点 如果你把它稍微改一下 然后让那个转折点的责任 让女主角跟男主角 彼此之间去分担的话 那这一出的聚焦的程度 就会更强 对 然后后面就一样嘛 也因之后步入了家庭 然后发现哥哥不入 医生释迦进不去 不好呆这样 对 然后老公又出轨 对 后面都一样嘛 其实就是 然后离婚嘛 然后就是小孩被带走嘛 然后最后又遇到这样子 那其实完全不会有违和感 但是那个痛的程度 可能会不一样 我觉得反而如果改成这样子的话 我会更喜欢那个情道一点 就是他付出的那个代价 会让台湾男生 心中有很强烈的共鸣 产生更高的尊敬 就是 干兄弟我懂 我懂你 对对 就是被兵变 但你还是很 喜欢这个女生 然后终于在 我懂 过了十多年 再次相遇 等等 心中那个动 真的太好了 搞不好了 maybe maybe 对搞不好了 讲到这么多的剧情 我觉得最后我们要来聊一下 就是我们彼此之间 就是Lenis跟Green之间 最喜欢的一段戏 或是最喜欢的台词 这样子 其实在这一出初恋里面 它除了剧情上 有些很经典的日剧元素 然后时代 也刚好设定在 很经典的日剧黄金时期之外 其实它也有 也算是非常经典的日剧pattern 就是所谓的 顾左右沿他 然后最后带入 自己真正想说的话 这件事情 它具体来说 就是主角会先讲 A B C D E 但是他其实想要讲的是 X Y Z 完全没有关系 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有的 但是你听起来 乍听之下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但是他会把那个东西 带出来的时候 会呼应到前面那一段 他想讲的事情 或者是他会 批语 这是一个隐喻 他就是一个隐喻 他会先隐喻一件事情 然后剧中的人物就会知道 一定会知道说 他接下来会讲 真正重要的事 然后观众就会 跟着等那个结论 那个结论一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前面那个比喻 是蛮有趣的这样子 那这边就来问问 Denis 在这一出 初恋 纵横九集里面 你觉得 你特别喜欢的 最喜欢的一个 一段戏 或者最喜欢的台词 是什么呢 最喜欢的一段台词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会是 我们男主角 毕木秦道 对 也因他儿子 在机场说的那句话 就是他本身是一个 飞机驾驶员 对 然后他就跟 他的儿子 醉嘛 就说 小醉 你知道吗 在开飞机的时候 有一个速度 叫做V1速度 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速度 当你的飞机的速度 在V1速度以下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不要起飞 停止起飞 就是你开飞机的时候 就是一直在开 加速嘛 对不对 当你还没超过 这个V1速度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 我要取消起飞 就是我 现在开始减速 我不要起飞了 但是他说 只要超过了 这个V1速度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必须起飞 因为可能 我一些物理上的 逻辑来理解 就是说 你只要超过 这个速度的话 你在减速的瞬间 你可能会发生 很大的危险 所以你不管发生什么 都必须先起飞 然后再降落 或者是你的 你到达这个速度之后 你需要减速到 完全停止的距离 已经太长 会太危险 这样子 对 你可能会 就是撞到东西 或者是掉到海里 所以你必须要 直接起飞 没错 你必须直接起飞 这样 他说 人生当中 或许 会好几次 像这种 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 就是你已经 到达这个速度了 你必须要起飞了 然后他说 那如果你遇到这个状况 或者说 你在开飞机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迎头面向 那不可预测的风 或者是你要等待 风起风之后 乘风而起 那这句话 他就是 其实是在 有一部分在 暗喻 那个罪 他在面对 因为他们前面 是在讨论 他喜欢那个女生 的这件事情 那位舞蹈家 没错没错 那位舞蹈家 那他前面在讨论说 我觉得我没希望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之后他就说了 这段故事 他身旁有一个 比我更强大的人 这样子 对 他说了这个故事 这样子 对对对 原来如此 那我觉得 不光只是这个暗喻 就是我在这句话里面 也是觉得说 就是 他说的 有一部分的道理是 就是像人生当中 你很多时候 你就必须做这种抉择 你上个礼拜 是不是也在那边讲说 陪你做决定的好朋友 类似 其实我会讲到当兵 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这一个当兵那一部分 就是初恋嘛 然后在做抉择的时候 其实有一小部分也是说 最近很多事情 发生一些很多事情之后 有一些感觉这样子 那好多的 所以我蛮喜欢这段话的 这段真的蛮不错的 而且他是发生在第几集 第八集 第八集 我跟你讲 这一出剧 第八集 他第八集根本是精华 这种精华你知道吗 他把所有一到七集所铺成的东西 全部在第八集串起来 然后做个整理这样子 然后第九集就是终极大收尾 我觉得这一出剧呢 第九集有点像是SP的感觉 啊 確实在 对我来说 对 他听到第八集是最美的 因为最真实 嗯 那我来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戏 其实也是在第八集里面 然后呢 有趣的是呢 刚好是在V1速度这一段戏的前面一段 然后V1速度后面就是我们的很美 说出了那一段台词 有没有 有没有 精华全部都具体在第八集 对啊 就是先说完 Green最喜欢这一段 然后再说V1速度 最后就是接着很美说出了 我是一个恒星 没有你 我也可以活得下去 你滚吧这样子 对 看 第八集超棒的 所以你喜欢那一段是哪一段呢 我喜欢的那一段呢 其实就是望太郎的告白 就是望太郎其实在这一出剧里面 他是一个苦情的男二 他就是一直 算是男三了啦 男二应该是小坠 骂 但是就是骂骂骂 懂你意思 男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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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是 他做了很勇敢的决定 就是在大街道上面 直接单膝下跪 然后还一只手举起来 邀请野鹰 跟他说 好吗 这个也是四平八稳的告白 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下 这个更有价值 让我更尊敬他了 然后当然呢 想当然而呢 我们的野鹰呢 就直接跟他说 抱歉 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自己拍拍他的那个膝盖 有没有 起来 然后就是 一方面觉得自己很蠢 就是很格好悪 然后一方面呢 又想要知道说 到底是谁 这样子 他就说 是你最近在一直在联络的人吗 然后他就说 就算笨拙的我 我其实一直也都知道 因为你在回那些讯息的时候 其实亚裔讲的表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亚裔讲就说 当你发现自己可以有一个人 让自己好喜欢好喜欢的时候 那个瞬间 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 不管那个人现在和谁 在哪里做什么样的事情 心中那份感情 其实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 我觉得 这样就够了 至少 我努力的告诉我自己 我必须要觉得这样就够了 才行 这个是这段戏的前半段 那告白失败之后呢 就是 当然告白那段戏真的很可爱 大家一定要去看 然后告白失败之后呢 他们就准备要离开了嘛 然后要在车站前面 要分开了嘛 然后这个时候呢 其实 告白失败的望太郎 他其实是很想哭的 但是他 还是鼓起勇气 然后算是 整出剧里面 他最后一次跟野鹰的交谈 这样 他就说 其实我还是相信 有命中注定这件事情 有一天 在乱糟糟的办公室里面 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人 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只 外国品种的猫咪 如梦似幻 静影剔透 多亏了这个人的出现 我终于又可以满怀期待的去上班 我甚至敢吃虾子了 或许这样说 是命运其实是很夸张的事情 但如果我未来 有一天成为了养虾大户 娶了老婆的话 我相信人们都会这样说 他们会说 野口野鹰 改变了战不忘太阳的人生 但是 人生往往如此 看似随机的相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 回到刚才所说的话 你说那份心情不会改变 所以这样就够了 这样是真的可以了吗 你真的可以对着自己的感情 说谎吗 忘太郎讲完之后呢 野鹰就回答说 寂寞这件事情是很快就可以习惯的啦 我的经验上是如此 他很想要赶快把这个话题结束 他想要搪塞过去 但是我们的忘太郎呢 他非常直面 他的回应就直接说 好的我知道了 如果你不后悔的话 那我会全力支持你 但是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不要逃避 野口野鹰 向前 身后迹向前进 就算受伤 就算丢脸 人生就该把自己全部撩下去 这整段戏 看到后来就直接眼睛 眼泪就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 这样子 让我超喜欢这段戏 嗯 没有啦 我刚刚其实想要 算了 我不要吐槽你最喜欢的戏 来吐吐吐吐吐 你不吐槽啦 开玩笑的 就是说 嗯 忘太郎不能投资 他会all in 人生就应该把自己全部 掉下去 分屁分屁 感情啦 感情可以all in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好吗 是是是 感情可以all in 投资不能all in 投资不要 嗯 我懂我懂 就是一个 你看到一个角色 可以all in 自己的感情 其实是一件 其实很羡慕 难得可过 因为每个人都怕受伤 你我都怕受伤 对对对 而且 我们都只有在 年轻的时候会all in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也不怕受伤 对 我们甚至不知道 什么是受伤 我们还不知道 被人拒绝 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人 没有选择自己的那个痛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样子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当你到 已经奔三 或是奔四 已经历练了 这么久的时候 当那个机会又出现 而且 你意识到 这个就是一生一次的机会的时候 就算你知道 不被选择那件事情 会让你有多失望 多落寞 多绝望 多难过 你还是奋不顾身的 把自己 所有所有的 情感上的资产 全部给他 撩下去 all in下去 你就会 all in下去 很喜欢这个角色 然后很珍惜这个角色 因为知道这件事 多难得可贵的 真的很珍贵 就是你一个角色 可以如此的纯粹 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 没错 没错 所以我就 非常喜欢这段戏 对 这真的是 我非常 算是这一部里面 我算是真的是 top 3 的情节了 对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这个很纯粹的 然后 有趣的事情 而且我很喜欢 就是日本日剧 里面的一种 一个角色 就是热血笨蛋 这个角色 是这种类型的角色 对 不要逃避 向前 身后迹象剪金 就算受伤 就算丢脸 人生还是要把自己 全部撩下去 这件事情 其实 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 因为我自己做不到 然后我也明白 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也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 就像电视机前的 所有朋友 其实都知道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知道 我们就算怕受伤 我们还是要 把自己的话说出来 但是我们没有做到 就算是因为 这样的人特别多 所以望太郎 在讲述这些台词的时候 更像是 在对着 荧幕前面的我们的人 喊话 嗯 所以会直接 扎进来我们心里 我们眼前 这一个这么琢 这么有趣 告白还会被笑的人 他可以以身去实践出 这么令人激赏的 一个美学 我觉得这个就算是 这个角色在大家心中 我觉得升华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之一 就会激励你 这样子 对 我们都有被激励到 然后 有趣的是 Denis喜欢的这一段桥段 就是 V1速度这一段 跟野鹰的 我非常喜欢 就是望太郎这一段 其实呢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就是这对母子啊 啊这 啊 这对母子 都是被激励的一方 这对母子都没有什么 自己的主线想法 是不是 这对母子都在遇到 喜欢的人 开始迷惘的时候 被身边的那一个人 所激励的桥段 我觉得这个桥段 我觉得 真的非常非常有趣 他儿子需要 立幕前道去激励他 然后鼓励他去追那个女生 这样子 对 而且你刚刚说 还是等待起风后 乘风而起这件事情啊 他其实他原文的字幕 其实是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 随着随风 随风起飞而已的感觉 随风而起啦 对啦 等待起飞 起风之后 随风而起 就是放下自己的主见这样子 然后就是随着命运的安排 随着父母的期待这样子 就是那个风 那个风是 你要决定你的方向呢 就是应该 你要 自己决定你要飞的方向 还是你要等待风 去决定你的方向 对 对 你的等待风起来之后 你随着风起来 对啦 随风而起的翻译比较好 乘风而起有点 比较算是 偏主动的一个中文 对 乘风的话 就是乘风 就是你应该是面对风头 所以你是逆风的 没有 乘风而起是顺着风 逆风而起 你才会有逆风飞翔这件事情 啊 然后的呢 然后的 对 乘风而起算是 随风而起一个比较正面的说法啦 但如果 随风而起的话 就会 更偏向于 你被风带着走 带着走的感觉 对 所以一个是被 飞行员鼓励 一个是被 日本武士鼓励这样 一个是被 日本计程车司机鼓励 两个都司机 两个都司机 一个开着飞机 一个开着飞机 一个开着计程车这样子 好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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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些什么Would 巧合 我們又發現一個巧合是不是 我們又發現一個巧合 這對母子都會實際激勵 太有趣了我的天啊 這齣日劇就是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等待大家去發掘 或者說 細細的品嘗 對 其實也蠻多人有去分析這種 各種小細節小結果 這樣子 sososo 那我們在這邊 就不再多說這些小細節 很多小細節會自己發現更有趣 對啊 而且大家都整理的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 把這次的節目的當作是 本山野狼的Green跟Denis 對於一些比較特定的橋段 或者是角色去做的一些 feedback的這種感覺 我還是覺得車禍很爛 硬要講我還是覺得車禍很爛 我還是好喜歡望太郎跟很美 這兩個角色 那確實在 ツネミのツネは恒星の恒 對 橫美的恒字 橫星的恒 私はここにいるから どこにも行かない だから 春道が少しの寄り道だとしても 待つから 對啊 我覺得能說出這一句話的女性 我會非常非常的感到不捨 因為她已經知道已經出事情了 對 她知道說已經出了一些trouble 但她選擇 她沒有點破 她還用比較迂迴的方式 她說 我是恒星 我不會走 我會在這邊等妳 就算妳稍微迷了路 妳看著天上 我就在這邊 等妳回來這樣子 哇 我的天哪 ツネミちゃんよ 對 這種女性怎麼可能 不讓人感到不捨 對 然後還在最後 還在最後用很幽默的方式 誰 對 她最後問了 應該說 秦道想跟她聊聊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對 她選擇了用一個故事去問 秦道的回答 她說 對 如果今天有一天 妳是一個獵人 妳上山打獵了 然後她 應該是一開始 應該是說黑熊吧 她是一開始說北極熊 喔北極熊 然後她說去山上打獵 然後妳被同伴打 打傷這樣子 妳去山上打北極熊 然後妳被同伴打傷了 妳會 妳快死了 妳最後死之前想看到誰 最後一面想見誰這樣 然後我們的白木 男主角就說 山上沒有北極熊 沒有北極熊 對 就是我就覺得 幹妳妳啊 妳站在那邊衝阿小 有夠白木 對 然後她說 其實在第一次被吐槽的時候 很美已經用完她所有的勇氣了 因為其實我剛剛又重新看了這一段 她手在抖啊 她第二次開始在抖 而且她的表情是已經開始要哭了 她的眼神已經開始在 就是已經有眼淚了 變了 對啊對啊 第一次的時候她還蠻那個還很勇敢喔 就是妳就算騙我也沒有關係 拜託妳講我 第二次的時候她已經 她沒有辦法她撐不住了 她覺得她已經完全失去眼前這個男人了 因為她在這麼重要的時刻 她還去吐槽我這樣子 這樣子 還在白木這樣子 但是就是 後面換了問題這樣子 對對對 換了 換了另外一隻胸 哈哈 いいかどうぶん さ 誰が会いたい 誰 妳最後想見到誰 然後她就說出了 對不起 她說 她就是把手 溫柔的握住之後放下 ごめんなさい ツネミじゃないんです 對 對不起 不是妳這樣 對 不是妳 然後 然後女主角那個時候其實已經崩潰 但是她還是 就是 忍住那個心情 然後跟 ハルミジ說 ツネミのツネは 高生の子 妳要講幾次啦 夠了 妳要講幾次 でも生きていけるから 對對對 就是講剛剛那一座台詞嘛 就是 恒星是 沒有妳可以活著 恒星是會自主發光的 所以妳就 離開吧 嗨 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算是年末 家常特別篇 好好好 我們趕快這邊 妳要講講 沒有 妳要講什麼 大家其實都是聚 大家其實都是聚焦在 第八集最後 大家在 小 小醉跟媽媽在陽台上 聽First Love 然後 也因在聽的過程當中 就是閃過回憶 想起回憶 想起回憶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都覺得 津津樂道 這個重擊的橋段 真的是很棒 很 很唯美 然後很揪心這樣子 我跟Dennis呢 其實在 聊這部劇的時候 我們發現 我們都聚焦在 配角上面 因為配角其實 也是很有趣的存在 而且其實配角很多時候 他的演技要求 其實比 主角我覺得更高 不會輸主角啦 配角為什麼難 就是因為他如果演的不好 他就是龍套 但是他如果演太好 他會蓋過主角的光芒 但通常主角的演技 可能都沒有配角好 所以配角還要控制火候 所以真正厲害的人是誰 是王太郎嗎 是王太郎 可能是配角這樣 所以我們的著眼點 就希望可以聚到這些 沒有那麼被注目到 但是還是非常可愛 然後還是非常讓人聯繫的小角色 這樣子 對對對對對 就覺得 雖然這樣有點到 非主流 有點叛逆 就覺得聽音樂 回想起回憶 都でもいい喔 你就知道 還是會很喜歡啦 還是會很喜歡那個橋段 對 就是就覺得 度他這個Happy End點的話 他什麼時候都會回想起來 就是到一個點還就回想起來 你知道嗎 對啊反正 那你一定會想起來 因為你是主角啊 對啊 所以你就覺得 還讓你演了那個 那個刺激1995 跟那個什麼 白日夢冒險王 你看 多棒 對啊 你就反而會 那個重要程度 在我跟Green的心裡 就會反而會往下掉 因為你知道 他必然會發生 對 對 就是車禍 可以車禍你失憶了 你一定會想起來啊 對啊 你一定會想起來 只是什麼時候的問題而已啊 不然你要怎麼演對不對 對你要怎麼演 你就一生失憶嗎 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推薦 或是我們分享給大家 會特別喜歡在配角上面 那如果呢 你覺得我們的觀點有趣的話呢 也歡迎你把這一集推給你 推薦給你身旁那位 也很喜歡這一齣劇的朋友 我覺得我們的觀點啊 雖然沒有那麼全面 但是我覺得 也應該會有不少人 對我們的這樣子聚焦在配角上面的 這些見解呢 會有興趣這樣子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聊得蠻深入的 對啊 我就覺得是 年末 special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是 也感謝啦 就是 在節目的最後呢 也要感謝大家 這一年來的支持 沒錯 沒錯 2022年 感謝大家的收聽 對 然後我們就是 2023年繼續努力這樣子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真的是 2022年發生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然後 也希望這個節目呢 看 能不能繼續 持續 產出有趣的內容 這樣子 好啦我們今天節目就差不多到這邊 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 陪你一起吃拿玻璃燙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 我們下一季 然後 明年 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掰掰 還有一個點 我覺得你應該不會注意到 這是關於初戀這個點 還沒講完 我突然想到這個點 請說請說 男主角 一直叼著一根煙這件事情 因為你不抽煙 啊 這一點怎麼了嗎 這是在 歐斯古的日劇才會出現的東西啊 現在的日劇男主角不抽煙啊 確かに 但是再比如說昭和 不要講昭和這麼早 你在平成早期 等男主角的時候 就是一定會 掉一根煙這樣子 確かに 因為現在日本年輕人也 也不抽煙了 這樣 確かに臭いな 就是 現在如果你在 一個比較 對不對 令和的連續劇 然後拿去掉一根煙 你可能會被說 好臭喔 不要臭煙好不好 這樣子 接聞的時候 タバコ臭い いや あれはタバコのflavorと言って いや 臭いわ 對對對 不是 不是タバコ的flavor 不是那個 cigarette flavor 是 煙臭味這樣子 你就不會有 你看你就不會有 歌詞裡面出現什麼 タバコのflavor 不會就是煙臭味 不會不會不會 我覺得這個是也是一個 初戀有抓到一個點啊 就是你知道 平成初期的 很有那個時代 對 時代感 いいね そう そうか 那バコか